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找来来宾Katrina Katrina,介绍自己啊,等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Katrina Katrina,你是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现在正在经营一家工作室 然后工作室里面的服务内容呢 除了催眠疗愈以外,还有送播音疗 就是有关于声音疗愈的这个部分 对,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要经营 声音疗愈的这个领域呢 是因为在过去我曾经经历过蛮长的一段低潮 然后也很迷茫的一个状态 好几年,快十年了吧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就是声音这件事情 对我的影响蛮大的 那我当时在看到你的Instagram的时候 其实你的服务项目像催眠疗愈 或者说送播疗愈这些 我看名词,我读得懂中文,看得懂 但是我实际上不晓得它是怎么执行的 你可以稍微演示一下 你当中的这个服务项目给我看一下吗 因为我看你有准备道具 好,没问题 我们先讲那个送播疗愈 因为我今天有带这个道具来 送播有分大中小 那今天我想要给观众听的是 中播跟大播的声音 它中播跟大播是它的尺寸大小是不是 没错,尺寸的大小 好,我们先来听中播的声音 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听一些冥想音乐的时候 它会放的那个声音 没错,没错 好,来来来 好,然后这个是大播的声音 然后是稍微比较低频的 那我好奇 你刚才说到的送播疗愈 是我今天假设去私讯你 或者说透过任何方式 报名这个活动 你的服务之后 我今天这个播它会如何帮助我 就是我今天走进去之后 怎么样开始你的服务 这个部分有分两种 一种是一对一的 第二种是团体的团体活动的部分 那一对一的部分呢 就会有比如说沙发床啊 美容床或者是瑜伽垫 就是躺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我会把不同的波环绕在来的人的身 周遭 对,周遭 没错 然后会放一到两颗波在那个身上这样子 身上吗 对,身上就是心轮的地方跟脊轮的地方 如果以气脉轮来讲的话 那如果以身体的器官来讲的话 就是放在胸口的这个位置跟胃的这个位置 那有时候也会依情况而定 然后会放在就是腹部的这个位置 因为腹部呢对于女性来讲的话 是子宫照护的部分 那如果对于男生来讲的话 是腹部照护的部分这样子 对 那团体的部分呢就会是有 又有细分两种 一种是小班子的 一种是活动的 我们先讲小班子的话呢 是六到八个人或甚至十个人 进来这个空间 然后我会把这个波就是 要么我是在前端就是台前 或者是说教室的前面 不然的话呢我就会 先规划说 我有几颗波 手上有几颗波 然后来的人有几个人 我会用最少的波来做最大的效益 就是手上有的资源这样子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活动 就是比较大型的活动 比如说企业保版 企业内部的那个team building 然后我就会就是带我 大概五到八颗波或甚至十颗波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 然后过去 然后帮这个企业团体 就是带领活动这样子 我想知道 你刚才有讲到 你对声音是比较敏感的 那你认为这种波 它是会如何去影响一个来参与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 可能对声音有点敏感 但是还是无法理解 你有办法用你的话来解释一下 我讲那个参与者们 他们的回馈 让我知道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那个感受 不同 那我得到很多的很多的回馈 是说当他们听到 宋波的声音的时候 就好像进入了 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 然后也进入了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状态里面 这所谓的另外一个状态是说 很安静 自己很静下来 有一些人是这样 另外一些人是说 他的思绪很乱 就是他听到这个波 就是可以让他很聚焦 没错 可是当他越聚焦的时候 他发现他们的思绪 就会一直飞来飞去 然后好像一直进不下来 不管是哪一个状态 其实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 因为就像比如说 像思绪会飞来飞去 那就表示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吃 对 就是很想静下来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静下来 那宋波音疗的部分 就是很能够帮助我们 静下来的一个方式 因为宋波音疗在15分钟 maybe还没有那么的 有就是明显的一个状态 但是30分钟之后的宋波音疗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慢慢的静下来 你的思绪 原本飞来飞去的思绪 也跟着慢慢的落地 然后你会感觉到 是一种很平静的一个状态 有一些人从中发现 有一些事情就迎刃而解 因为他找到了 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 有一些人就很喜欢 待在这样子 很平静的一个状态里面 是 对 那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当下 因为都要依当下 我们那一阵子的状况 然后在听到宋波音疗的时候的 那个反应跟影响这样 所以我现在进去这个 刚才讲到的 小房间 然后有很舒服的床在那边 瑜伽教室 瑜伽教室 sorry 瑜伽教室之后 我进去了 所以我会开始一段 长达30分钟的宋波疗愈 那这个声音的来的方向 或者说敲击的方式 会跟着时间不一样吗 还是说一个规律性的 这样慢慢的出现了 这个部分的话 就会是说我会前面呢 就会先带领 就是正念进行冥想的这个部分 然后大概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稍微调平之后 我们就会就是做两个伸展的动作 因为之后会躺一阵子嘛 所以我就会带大家就是做那个伸展的部分 然后之后接下来的重头戏 也就是说宋波音疗的这个部分 就会请大家躺着做宋波音疗 因为躺着的时候 是我们身体最放松的时候 也是可以侧躺或卧躺 没错 可是目前来讲的话 以空间允许来说是正躺 就是可能正躺或侧躺 对 就是很放松的躺着这样 然后之后最后最后 就是唤醒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大家都很静下来嘛 然后之后要把大家都 就是在结束了 课程要结束了嘛 那我就会再带大概三分钟的冥想 这个部分是要让大家回到这个当下 很像收操的感觉是不是 对 收回来 就是收尾的一个部分这样 这就是整 这刚才我报名之后会接触到过程 那我好奇 像刚才讲到的催眠疗愈 送播疗愈 我认为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很经营的 虽然说我当时 把这个概念讲给我的朋友听的时候 他们都说 哦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的当下的好奇心是这样 会不会有人误解 你这一个服务在做的事情 就例如说 他们可能会误以为可以得到什么 但最后 他们来之后发现 跟他们原本所想的不一样 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目前我遇到的 就是参与的人 来的人没有特别说 就是我一定要得到什么 然后怎样 不过我可以分享 我刚刚有突然想到 就是有一个学员 他有跟我分享 老师我听完送播疗愈之后 我朋友跟我分享 他是获得一种很 一个进到另外一个境界的状态 可是我没有耶 然后我听到了这个之后 我其实 其实我会访问他 就是你在找寻的是什么 因为会有一个执着在里面 因为其实这个课程是 要让大家在很繁忙的一个生活当中 然后透过一个工具 然后慢慢进行下来 然后透过进行的这个部分呢 如果可以要走更深的话呢 就会是跟前一世有关了 那这个前一世呢 就会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回忆 很多的记忆 其实都是在前一世当中 有一些事情是被我们遗忘了 但是它还是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跟习惯跟情绪 那回到刚刚你刚问的说 会不会有人说 我一定要得到什么 有的人就会想要说 老师我很想要追求 那个平静的感觉 但是这个就会跟 前一世的这个状态有关 为什么会那么特别想要追求平静的感觉 主要的问题不是说 我要怎么样立刻平静 主要的重点是说 我们要回头来看看自己 或回头来看看当下的自己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们在寻找的是什么 我听完你的回答之后 我发现我的问题可以再延伸一下 就是你觉得今天来报名你的课程的人 他们是抱持着 他们可能当下的状态是什么 因为刚才讲到说 他可能想要寻求什么 所以你去问这个学生 说因为他没有见到一个 他要的感觉去 另外一个境界去 于是你反问他 你想要追求什么 所以我在想 他们可能现在的人生 正在某一个的阶段上 可能遇到困难了 或者说他可能今天想要 刻意寻求平静 是为什么 所以你最多所看见的这些 来报名的学员们 他们都是处在人生当中 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才来寻求你的帮忙 很多是失眠的人 然后还有正在经历低潮的人 就是比较迷茫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最近发现自己很想哭 然后很有情绪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莫名的很想哭 我发现就是蛮多都是这三类人 还有另外一个是有关于感情部分 就是感情的部分是说 就是可能正在经历跟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分开或者是说 之间有矛盾 然后一直争吵 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情绪 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这个部分的那个 学员也会有 所以你在知道他们的状况之后 才会去开始 可能报名流程 还是说你们是到现场之后 你们互相聊天 第二种 第二种 对 因为我会先了解 学员的状况 状况 对 然后这样子我才能够 就是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我才能去规划说 比较适合他们的一个规划 课程的规划 那如果是团体班的话呢 那就会是以 先放松跟疗愈的部分走 那如果到后面 如果有人会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 分享出他们内心 很深处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那我就会当下针对这些状况 然后来做一对一的一个对话 这样 所以听下来是 如果是个人来报名的话 你可以比较深层去了解这个人 那团体的话 可能先求一些 大家都能够同时达到的 方向 对 抓个大方向去走 所以我就好奇 那刚才这个宋伯疗运 应该只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服务 对 那有没有比较热门的课程 是大家 可能最常询问你的 其实最常询问的是 宋伯营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多人 想要体验跟尝试的是 潜意识催眠疗愈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带得更深的 所谓的带得更深的意思是说 会去看见跟处理到说 我最近莫名想哭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因为这个情绪的背后 去看见说 什么样的事情困扰着这个人 然后还有说 为什么我一直遇到同样的一件事情 或同一类型的人 那我们就会可以针对这件事情 去探讨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 其实除了潜意识催眠疗愈 我现在还有一个叫coaching的 coaching是教练对谈 有一些人他想要解决问题 可是他不想要闭着眼睛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闭眼睛 然后呢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会觉得 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干嘛叫我闭眼睛 然后会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解决到我的问题 就反而有一些人是 怎么讲 防备心比较重 戒备心是防备心 对对对 那防备心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已 那所以我就针对来找我的人 然后发展了一条路 就是一对一的对谈这件事情 然后透过他们来跟我讲 他们的问题 我来提问 或是我来跟他们一起探讨 和探究 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现在的情况会变成这样 因为当下的这个是结果 我们是一起去探讨 那个过程是什么 那个因是什么 因为因和果 其实他们会互相影响的 所以总归来讲 就是疗愈嘛 只是透过方式不一样 有时候送过有时候 可能透过引导 有时候透过面对面的 不闭眼睛的聊天 没错 这其实这个概念 跟你当初推荐以后的书籍 书籍叫做 疗愈从感受情绪开始 所以总规矩是疗愈这两个字 没错 在你的整体服务里面 对 那我今天可以扮演一个 客人的角色吗 因为你在告诉我这本书之后 我真的有去看 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章节 在讲到某些 在讲到某些个案 是没办法 或者说不敢去表现情绪的 没错 这个章节我看完之后 我天啊 我马上想到我自己的状况 我先说明一下 我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 那我哥哥的个性 跟我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他是一个比较火爆的 那这个火爆个性 其实跟我的父亲的火爆个性 是一模一样 两个个性很像 那我妈讲过一句话 两个太相近的人 就会互相看不爽 所以我在小时候 我就看着 我哥跟我爸常常起冲突 这件事情 我在小时候没有看见 或者说察觉到 他带给我何种影响 当我长大之后 意识到 我不太敢在家庭里面 甚至今天出门在外 我也不太敢将 愤怒这个情绪 给表现出来 那这本书当中 其实有谈到 像某些个案 是因为他在家里面 生气的时候 他母亲会告诉他说 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情绪 他渐渐地发现 原来情绪是有分 好跟坏的 他渐渐地将这种被视为 坏情绪的事情给掩盖 但其实情绪是中立的 就是我今天有愤怒 开心 其实他没有好跟坏 只是我们今天 给他贴标签 可是这种 不敢表现出情绪的困扰 其实会渐渐在一个人身上 产生出可能很多影响 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发现 我很多的不满 都把它藏在心里面 就会认为说 忍过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 如果是一个个案 今天来到你的服务的地方 或者说跟你进行coaching 跟你面对面聊天 你会如何 不要讲个案 或者是学生好了 就是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或者是故事 来跟你分享 然后看看你会不会得到一些共鸣 好 我先讲 我是家中的老大 第一个孩子 就是张姐 那下面有一个妹妹 两个弟弟 然后所以从小到大 其实我爸妈是灌输我一个观念的 就是张姐如木这个观念 而且再加上我的个性 是蛮喜欢照顾别人的 所以这个刚好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发生 但是我发现 我长大后 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我好像失去了童年 很多人都是在玩啊 然后或者是说在打来打去啦 或者是这样 可是我发现我 打来打去 我是说 对可以 打来打去也算啦 我说打来打去 是跟兄弟姐妹 或是朋友 那个玩啊 打来打去 我发现 我好像都是在照顾 照顾家人 把心思放在照顾身上 而不是在童年玩乐 对 打来打去的事情上 就是对 就是 虽然我也会跟我兄弟姐妹打架 但是 但是我觉得是那种 我又没有真正的去经历过 我属于我的 童年时光 童年时间 对童年时光 没错 没错 那在后来就是 比如说我之后 长大之后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就开始工作嘛 同样的一件事情 又重复发生 在照顾人这件事情上 我是主要 家里的经纪来源的时候 我就 就是把一部分的钱 就是 寄给家里 那 这个部分也是一种照顾 可是我在 之前的一阵子 就是 就是突然意识到 啊 我好像 失去了 就是 青春的时光 你该在这个年纪做事情 但是你都没有做 因为你把时间花在照顾家人 对 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青春的时光的那个样子 我好像 没有 经历太多 没有那么完整 没有那么完整 对 小时候童年 也好像没有那么完整 就一直在照顾别人 嗯 对 然后 但当下的我 对我来讲是 是 好像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可是 当我意识到 我的时候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 我拥有了什么样的人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哎 我 正在过的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那个情绪就出来了 可是 我 我那时候发现 我 意识到那些情绪 是 我不熟悉的 是陌生的 我才意识到 哎 原来 你知道 原来情绪对我们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 大 过去 发问发问 发问 我怕我不问待会忘记了 对对 好 你说这种感觉 这种情绪是陌生的 嗯 那个陌生感觉是说 这个情绪过去没发生过 还是过去有发生过 但是 我一直都没有去辨识它 到底 为什么是这个感觉 嗯 好问题 是 那个情绪重复发生 然后在生活当中 好像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它出现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但是 我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样的情绪 但 比较大的方向 比如说生气 当然是知道生气 难过 对 但是生气也有不同种的生气 或者是说 难过 也有不同种 的难过 的难过 细分的时候 就会发现 欸 原来 这些情绪是 是有意义的 是有 有 有他们的名字的 或者是说 这些情绪 更深一层是 能够去 找到 或者是说 去了解 我怎么了 嗯 嗯 我前阵子讲一本书 它讲高敏感 高敏感呢 嗯 它就有一个特色 嗯 就是它对情绪的感受度 会特别高 嗯 像刚才所讲到的 可能 今天有一个 愤怒 嗯 对于一个低敏感的人 欸 我本身就是低敏感 谢谢 低敏感的人 哦 我北宋 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没有再跟你细分的 嗯 但是身为一个高敏感者 我今天不开心的时候 我可以 想办法辨识出 这个不开心 它是从 难过开始 从自卑开始 从嫉妒开始 吗 就是 它会细分到很细 我 其实我就是一个高敏感人 嗯 然后那时候我听了你这个 那个影片的时候 非常有共鸣 然后甚至 有按赞吗 有 谢谢 好 即可 继续 我想要分享的是说 从我 因为对于高敏感人 因为对于高敏感人来讲的话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 是明明我们对情绪感受力 这么的高 这么的高 对 但是我却不知道这些情绪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却不知道 什么样的事情影响着火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高敏感者来讲 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一个状态 嗯 回到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是说就是我一开始是真的就是 是一种很混乱的一个状态 我知道我有情绪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嗯 然后这影响我的生活非常大 不论是比较高昂的情绪 或者是比较低的情绪都经历过 到我真正去了解这些情绪 所谓的了解这些情绪是 我开始去分辨 诶 原来这个难过是什么样的难过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难过的情绪 我们会先从 知道说 谁谁谁 让我觉得很难过 或谁谁让我觉得很不爽 对 那这个背后 为什么 这些人讲了什么话 或者是 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让我觉得很难过这样 或是让我觉得很不爽 就是高敏感者就会 会很care这些事情 然后会不小心 不是不小心 而是说 无意识的这些东西 就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剧场 一直出现 像你进度小拉到太后面了 刚才你讲到 你感觉到你的童年没有很完整 你的青春时光没有很完整 你感受到这个陌生情绪之后 你的下一步骤是如何去做到的呢 因为我今天 我要等待你这个答案 等很久 其实因为这个过程 就一直在寻找 你知道吗 就是在寻找的这个过程 很久很长 你透过什么方式吗 就是寻找的过程 写下来之类的 我有试着 有试着就是写下来 就是写日记 或者是写我的感受 情绪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很不舒服 那之后呢 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一步走了 所以我就会去找 课程来上课 然后比如说找就是疗愈的课程 送播的课程 然后透过这些课程 然后帮我带回到我当下 我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一开始去上这些课程的时候 你会不会开始 不太能够进入状态 或者说你有点抗拒 有 有 那个抗拒的感觉 一开始超强烈的 这个又跟 就是很抗拒的去面对 那个真实的自己有关 然后当下的时候 我是 我知道 我出状况了 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 进到我家 我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他 然后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对待他 对 然后那时候在上课程的时候 就 好复杂哦 这个过程就是真的太复杂 尤其又对于 就是情绪感受力很强的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 很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总的来讲 你的服务应该算是一个 引导式服务 最后我们要想到办法的 还是得 靠参与者本身 算吗 就例如说你今天创造一个 这样子的环境 或者说透过你的专业工具 还是透过你的引导 但是最后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必须去理解 到底这个情绪来自哪里 如何去判读他之类的 对 这个过程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一对一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一对一的去探讨这个过程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 我今天跟你分享完 然后你也回馈给我了 但我觉得说 好像我的状况没办法 在你这边获得解答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他 透过其他方式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一件事情 就是我收到的回馈蛮多都是 当下他们会讲这些话的人 在几个礼拜之后 几个月之后 他们会传讯息回来给我说 他感受到了 慢慢感受到了 所以是回甘的就对了 有一点像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当下是 第一次看见 看见的时候 感受的时候 跟经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 会是陌生的 因为我们大脑其实是 解决导向的一个器官嘛 那当下会去评判 这件事情有没有效 是看我们大脑 有没有觉得 这件事情有没有被解决 可是问题是说 疗愈它不是一次就解决掉的 就像是 我们过去 我们遇到这些事情 或遇到这些情绪 是过去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五六十年 所累积出来的 我们没有办法 奢望再一次都解决掉 其实你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些 我认识的心理师 他们遇到的状况是 很多人在看心理资商师的时候 把他当作在看耳鼻喉科 很像是今天大夫开一批药给我 我今天回去吃两颗 明天我的鼻涕就好了 但是大家今天可能 抱着这个心态 去看心理师的时候 会发现 没有啊 我今天看完 隔天还是很伤心耶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在 例如说你的服务也好 或者说今天你在心灵上的 任何需要被调整啊 需要聆听的事情 他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 他不是需要 他需要更长时间 让你可能先发觉 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或者说最起码理解他 嗯嗯嗯嗯嗯 没错 没错就是 好 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如果对于你的课程 有兴趣 或者说我想要了解到更多 我可以透过怎样的方式 可以透过IG和脸书找到我 找到你之后 我要提供什么资讯给你 嗯 什么时间 或者说你什么时间方便 每个月我都会提供我下个月 或下下个月的时间表 然后让人家可以来预约 就是有那个预约的表单 那在预约表单当中呢 就会有我可以预约的那个时间 了解 那地点呢 就是全台湾跑透透吗 对没错 因为我 我这个人就很喜欢跑来跑去 因为在回台湾之前 我就是跑了不同的国家 为什么会回来台湾 但是结婚跟那个小宝宝的事情这样 我突然想到就是 嗯 也是跟我的经历 就是过去就是 这一年多的感受 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系 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来找 我也是有其中一个原因 是说 最需要被照顾的 除了长期照顾者们 就是以外 还有妈妈们 也是一个 很需要被照顾的一个族群 因为我经历了怀孕 还有生薄薄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经历了就是 产后的伤口 因为我经历了四级撕裂伤 认诚高血压 嗜血过多 哇 那些身体的疼痛 影响了心理的状态 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让我发现 哇 情绪掉下去了 真的不是说 立刻可以 拉起来的 拉起来的 对 当下我整个傻眼 因为那个是我 我觉得目前来讲 那个状态是我 人生过程当中 最黑暗的吗 最难熬 最难熬的 对 最难熬的 每一次情绪掉下去的时候 我都是哭得很久 然后终于有一次 我就是让我自己 待在那个状态 就是 那就哭吧 嗯 然后就是 那就释放 所有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蛮爽的 还好 我觉得 应该是说 回头过来讲 的时候 是确实就是 是释放 没错 可是经历 当下的那个 情绪状态的时候 不会想到 爽不爽 这件事情 真的哦 没错 就是 会觉得 怎么会是我 怎么会是你哦 为什么是我 遇到这个状况 你怎么 就是 我都已经做好了 很多功课 比如说 产前的功课 产后的功课 可是 有点像是说 我没问到的 我都经历到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是我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那一段时间 我其实 也透过了 就是 我去找 我认识的 宋伯疗医师 或者是 声音疗愈的人 然后来 疗愈我自己 我想问 包含 我好奇 你从过去这份工作 转换到 现在这份工作 你心态上 或者说 你的感受上 有没有什么 你特别想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相信 转换工作 甚至你换了一个国家 对你来讲 应该都是一个 很大的转折 那你觉得呢 我先讲 因为 特别多人问我说 我从过去 软体工程师 变成现在这份 YouTuber 加 Podcaster 感受如何 我的感受是 就换个工作赚钱 就这样 所以我相信 你的感受力 比我好的话 应该可以讲出 更细节的感觉 不敢吗 不敢 我说我说不敢 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情绪 每一个人都有感受 那 我觉得是 比较像是说 在这个中间过程 有很多的心理关卡 要过 对我来讲 包括 包括 比如说 大家如何看待你 过去的工作 跟现在这份工作 没错 我觉得当时 我遇到的情况 会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感受到 这件事情 是我家里 尤其是我妈 对于 我就是非常不谅解 为什么我会从 一个外资银行 然后跑来 进行工作室 这件事情 他完全不谅解 现在他支持我 但当时的他是 他很不谅解 然后甚至可能 他的 就是可能 金钱焦虑 这件事情就会 就会显现出来 对 但但是当下的我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过的 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 因为我感受 那个情绪状态 太明显 太强烈了 所以 会以为 那个问题很大 对 可是我觉得 我依然没有 改变的是 我想要走这条路 然后 甚至 包括我去 现在学的 coaching 这件事情 也依然就是 坚持地 走在这条路上面 我觉得这个 跟我自己本身的 情绪感受力 或者是说 跟人家的 对谈对话 尤其是说 朋友都会常跟我讲说 好像跟你聊天 聊得很深入之后 忽然找到了 自己的答案 虽然这个过程 中间过程 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吗 是一个fighting的 一个过程 然后有点像是说 终于 要去面对 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 来的人 我就会 花时间 然后 陪着他们 去探讨 这个过程 跟经历 这样 好 我在将你的 Instagram 跟Facebook 放在我的资讯栏位内 这样子 大家如果 想要了解到更多 或许可以跟你联络 而你自己觉得 今天录音下来 好玩吗 我觉得 你觉得 还蛮紧张 还蛮紧张 紧张的点是什么 紧张的点是 是我没有准备 你的红茶 不是 不然是 紧张的点是什么 很像 你是过去的工作 很少这样子 需要长时间 来阐述 你的工作 跟你本身吗 不是 就是我会 我刚刚一直 浮现的画面 是说会有很多人 听 就是 这个录音 然后 然后 就很多人听 这个podcast 就好像是 你忽然在乎起 每个用语 跟每个转折 对 就不是忽然 而是我一直会 很 很在意这件事情 然后 对 然后 我很想要把这件事情 做好 我很想要 好好地表达我自己 让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 去 就是 可以去理解 我想要表达的 好 就我所知 其实我认为 你对于工作的 想望 或者说 心中怀揣的那个梦想 其实还蛮特殊的 因为就我所知 你的收入 会有某些百分比 捐献给 非议组织 对 没错 是 你当时 这种想法是来自于 因为在我经营工作时 这一段路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在 这五年当中 其实 尤其是我 回来台湾之后 我其实 有点像是说 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圈 新的朋友圈 新的工作圈 然后 还有新的环境 所有的事情 我都要去适应 然后所有新的事情 我都要从头栽变 明明 明台湾是我的家乡 但是 但是我就 很陌生 对 对 因为我是很 习惯在很多 不同的地方跑 然后 但是现在就是 有一点像是说 下定决心 好 我来面对 这所有的一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 蛮多人的 协助 尤其是 老公的支持 还有我身旁的一些人的帮助 我说的帮助是说 比如说 我对于哪些地方不了解 我去请教他们 然后他们是很愿意分享的 我觉得我就是还蛮感恩这件事情 有一天 我有朋友就是约我 做公益这件事情 就是 有一个公益叫 乐座创意 我去过 桃园 桃园 对对 我是去桃园的 那 那个时候 我就是带着我的博 然后我朋友是做 儿童瑜伽 我们三个人呢 就是 呃 规划了蛮 蛮久的 在当下 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是 就是 我很想跟 任何人 真的是任何人 就是 不分 不分国籍 不分年纪 不分 任何状态的人 分享我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反过来的 我会希望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收到的收入 捐 10% 10-20 给 有需要的团体 比如说就是 公益的团体 或者是说 呃 弱势团体 上个月是 呃 针对 儿童癌症基金会 然后 把我所捐的钱呢 就是这些钱的用途呢 是拿来买 止吐针跟止痛针 给 正在化疗的小朋友们 嗯 让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舒缓一些 谢谢 每次呢 我参加公益活动 回来之后 我妈都会告诉我说 嗯 有你真好 所以我想要送给你 有你真好 好 今天很谢谢 Kathrina 来我的节目 分享她自己的工作 以及她的历程 你有任何问题 想要问的吗 啊 讲不出来 不能问哦 有很多问题想问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把 我可以回去 把这些问题 把它列出来 然后下一次 换我当主持人 来反问你 有这一天的话 我很期待 好 那谢谢Kathrina 拜拜 拜拜